Hey Yo Hello Everyone 這裡是勵志導彎台 我是普拉空的好朋友 台灣最潮修夫斯 阿力 那今天呢來到一個阿力很熟悉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西洛丁 阿力家的保安廣角尊王呢 就是源自於南西的西洛丁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進入我們的影片囉 Let's go 那為什麼今天阿力會來到西洛丁呢 因為阿力又要出任務了 這一次的任務是 阿力要來修復西洛丁的 算勘棒的兩尊神像 就是他的大尼仔啦 因為有來到西洛丁 我們知道這堆大尼仔算 蠻明顯的 放的地方也蠻顯目的 所以蠻多人都會去關注到這堆神像 所以阿力在這一次的修復 也是倍感壓力啦 但是阿力對自己的能力 跟實力有絕對的信心 那也希望呢 之後大家有空 可以來看看阿力修復的成果 那我們現在呢 就進入我們阿力在做修復的流程囉 Let's go 不免俗的 還是要跟大家來介紹一下 這兩尊金星他的特色在哪裡 他們呢也有一些小故事啦 尤其是里亞 在這邊的傳奇故事 真的好像蠻多的 我是真的第一次 看他們兩個無敵無愛無情殺的狀態 所以阿力一整個超級驚豔 原來大牙 他的樣子脫下衣服之後 他做的坦胸肉背 然後體態做得如此生動 然後他還有一些小巧思 但阿力伊伊來講給大家聽 里亞呢 真的 衣服一脫掉 一整個 超級可愛 那我們現在呢 就來伊伊來欣賞一下 這堆大牙 他的工藝之美 OK 那我們現在呢 我們就先堆大牙 開始講起他的工藝之美 其實這兩尊神像喔 伊伊就是 木胎 茶客的 然後在外面呢 用雞毛爪 然後加上他的 土有做的比較厚一點 所以我當時候來到西爾登的時候 然後其實廟方的人 一度誤認他是尼索 但是四肢上是差了 差了 是不是他的頭子比較厚而已 所以他被一度誤認是他是尼索 然後在那天 在牙子的時候 就可以讓我更確定 他真的是木胎 他絕對不是尼索 是因為他的重量 一般來講 尼索的重量 會比木胎的重量還要重很多 阿力一人不要走 那代表說他絕對不是尼索 他如果是尼索的 這尊我看要穿的 人家不要走 所以他確定他就是木胎 他這尊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 我們一般在看律星空 都會在我們的背部比較多嘛 但是這尊呢 他的入神孔 我們發現他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他立在他的頭頂正上方 然後他的頭頂 他不是做禿頭啦 他是這個頂 就是以前人說的 這紅頭頂的頂 就是腳好地沒有了 他戴帽子會比較好戴 所以開始做這件紅頭頂 他有一個比較特殊的雕刻 基本是他的身孔 你看他的肩膀頭 做的流線度 加上他的肋骨也有遮出來 還有一點是看他的後背 他的脊椎 有做出那個脊椎 一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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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感覺 那就是人的 骨瘦如采的時候 我們看到脊椎線這樣一條 一條一條一條 他後面快要做這個東西 那我就可以猜想說 有時候當初他入神 沒有入在後面 可能就是 他也是在參加脊椎 這個呈現的部分 然後他有一個 小巧思的地方就是 大爺的鞋子 因為一般是穿衣服蓋住 你們很多人看不到 是到這次有機會 可以這樣脫跑起來 可以看到這個呈現的狀態 就是 他的鞋子不是像一般的鞋子 他是像包頭拖鞋一樣 他後面是穿拖 所以他只有一半而已 他只包頭正而已 後面一半 不就是做穿拖 這個時候不就是穿拖 不就是我們補在倒打鍋 就是 打的 把後面那個踩住那種感覺 就倒打鍋這樣 他做這個巧思做的還蠻 有趣的啦 然後他加上他 他連他的腳 這些骨頭也都做得很清楚 可以呈現出說 大爺 大爺 是個高高瘦瘦 的神明 他整個那種高瘦感那麼遮出來 所以我們就要看到就是 鯉鴨 鯉鴨他 呈現的跟大爺是很大的反差 我們一般看到大爺就像這樣嘛 這尊二爺其實他 整體造型來看真的是超級可愛 非常非常可愛 他就沒有像大 他把他那種高高瘦瘦 骨瘦乳柴感覺沒有 可是他整個豐潤感是做得有出來的 他包括他的腳 你兩尊你看 你看他的腳就有很大的差別 就是鯉鴨看起來 他的腳就是比較短小 然後比較 出裝一點點 然後這尊鯉鴨他有一隻很大的特色 就是他的鯉鴨 標準的就是他就有做出一個跨鯉的感覺 那他的跨鯉的感覺有做出 這兩尊他可能曾經 他也是有被重新整修過 所以有一些地方我們還可以看得出 他底下還有另外一層 那是他我們可以看到的一些小資訊 現在這兩尊的狀況就是 也是有一點點慘烈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子 廟方來委託阿力來做他們的修復 然後大家才有機會來看到這兩尊神像 脫袍脫帽的樣子 這也算是一個機緣 李雅他的路神孔 他肯大也沒一樣 他沒做在這裡 李雅的路神孔就跟我們一般人一樣 他就做在那邊 但是他是打四方形的 他還是有一點明顯 可以看得出那路神孔的部分 在哪裡 這兩尊的公益技法 其實是還蠻驚艷的啦 因為剛才說他身份也是 仍然有做到分散的部分 然後做的也都還算 你要說油 其實沒有油 但是你要公益的味道 他就是有那個年代感的味道 沒有一定說很油 就是最漂亮的 什麼功益配合在什麼東西上面是最恰當最合適的 所以他這樣做起來 他就達到他一個最恰當最合適的一個平衡 接下來 阿里要來講一個小故事 其實這兩尊昨天把他請過來這邊之後 今天很巧合就遇到一個阿伯就在講李雅的一個小故事 小二店李雅在他們西魯店信仰裡面 還是他們才來講 他們 他們都認為說李雅他在 尋找失誤 是很強的 所以他們以前他們就是説他們的寄 他們的方式就是説 阿他們要來 廟人把李雅清洗拔杯 然後OK之後 他們就把整尊李雅沒回去房子幫他們找失誤 那是説很久以前的年代是這樣的 整尊很大尊沒回去房子 現在一定是沒辦法的嘛 因為這兩尊現在已經是西魯店很重要的 算資產了 雖然說沒辦法請在家 但是 你若是有東西幫你 也是可以來西魯店 自己或點票跟李雅說 他應該也是會跟你找啦 不是說一定要去你家裡跟你找 今天阿伯還講到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就是 李雅曾經 顯現過 啊他顯現出來幹嘛的 他沒說什麼 他是跟他們在地 當地這邊的小朋友在那邊玩桌米場 一個地方上的去 去文啦 真有趣的就是 說要把李雅翻牌起來 是在那邊小孩生桌米場 然後還幫小朋友找到不見的感動 啊就可以看出其實 這麼可愛的李雅 然後又跟小朋友那麼好 就呈現出他有這麼 同趣的一面 就也跟大家會比較更親近一點 啊所以 我是跟 那有贏可以來這裡拜蘭新郎說話 多多注意一下這兩位 其實這兩尊贏也是 我個人認為在 我看過的大一家裡面也算是 很漂亮的一對 也很有特色 這兩尊大鱷也其實他 身上的烈化狀況的 像我講的大部分就是 都是騎甲啦 不然就是我東西已經掉了 就是都已經缺失找不到了 那 比較明顯的部分就底座啦 底座是比較明顯 然後他的背 他們兩尊的背部也都有 比較蠻明顯的騎甲狀況 還有一點就是 他的臉 因為 長期受油煙的煙熏 所以他的臉 油煙層有點 也是有點撩撩 那加上 因為 我們在 油煙熏討之下 他還有一些溫度 然後 一些 油啊 什麼的 然後導致他現在 他的眼睛 蓋他的 眉毛 跟他的鬍鬚 都已經脆化了 然後加上說他的 雞 舌頭 有一道很明顯的裂痕 就等著要等著要等著 他是真的快斷掉的狀態 那在這一次的修復呢 都會一併的把它處理 盡量以不傷到他原本的狀態 為原則 底座這些部分 他原本有粉線的裝飾 里牙的已經幾乎掉光了 大牙的還剩大概三分之二 三分之一也不見了 那我這次可能會選擇就是 就是用拼湊的方式把稿畫出來 畫出來之後再看 跟廟方討論說 要不要把這些線給重建回來 讓他完整度更高一點 然後 做的原則還是以保留 他現在的狀況 為最基本原則 就是 我現在還沒做之前 他現在是成這樣 大家注意看是成這樣 影片最後可以看到 他做完的樣子 所以呢 不會讓人家覺得說 他是兩針不一樣的成這樣 就是 他也是保留這個感覺 我要的只是要把他這些 劣化 給加強而已 這就是我的 施作方針 好的 那現在呢 要進行的工作就是 除塵的清潔工作 就是乾式清潔 那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一點 平時最騷包的阿力 現在咧 手錶也拿下來了 手上的手勢也全部拿下來了 這個呢 就是因為我們做修復的時候 因為我們會 碰觸到身像 或是穩物的時候 我們盡可能會把 身上的這一些 飾品都拿下來 這就是一個專業態度 那 我們現在呢 就是要接下來進行的這個工作 那我們就開始動作囉 那我們現在做的動作 就是除塵的動作 那大家有注意到 我們的 吸塵器的頭 有包一個 紙 然後我這個是 不織布 為什麼要包這一層 它最重要的原因是說 有些彩繪的成果是比較鬆動的 然後它被吸塵器一吸 它可能就會 直接卡在這個上面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東西給取下來 就拿下來說 可能之後可以去找它 看看是在哪個地方的去綿 或是去把它保留下來 因為這樣才不會直接被 吸塵器給吸進去 它只要一吸進去 我們就找不到了 所以 我們就會包一層這個在上面 多髒啊 這些都是 灰塵 髒污 都在上面 所以說有時候在保養成像 其實平時就是 偶爾刷一刷是好事啊 OK 那今天呢 是阿里第二天的上工時間 來第二天啊 那 昨天阿里已經把它 基本的出城都做完了 那第二天呢 我們要做的工作呢 就是要開始進入 加固 的這個作業 也是這一次修復來說 算比較主要的一個工作項目啦 那在做這些項目之前 阿里呢 就來介紹一下 我們要 工作的一些 小工具 然後還有一些材料 那在我們做修復之前呢 我們都會做一個 拍照 就是說文物攝影的部分 那文物攝影我在做大部分就是 分成有拍 就是一般的照片 可見光照片 還有紅外線照片 然後紅外線攝影呢 阿里是用這一台 小小一台 可是這一台呢 他就是有改過啦 這個是要改機才可以拍紅外線 所以他還是特別送去給人家改機 紅外線攝影呢 他最主要的有用意就是說 我們如果有就是 墨線 他是會吸附紅外線的不可見光 他會吸附 所以就是在煙燻層底下的這些 墨線就會呈現出來給大家看 那 在拍 紅外線的時候 因為我們最主要就是要靠紅外線光源嘛 所以呢 這個時候 就要有一個小小的道具要來幫忙啦 好啦 那要小道具就要上場啦 那大家仔細看 在這個時候 你有看到阿里穿得很厚嗎 冷到會兒的時候 我們就一種東西非常好用 就是這個 變紅外線電軟 在天氣冷的時候 這個東西是非常好用的 沒有啦 真的讚耶 所以阿里在這裏做空間很冷 所以帶一隻這個來這裡在吹 沒有啦 我會不會說的啦 我會不會說的 這一台呢 他就是我在補紅外線光源的東西 因為他是 有紅外線燈 啊他會有點熱 所以呢 其實紅外線他本身就是會釋放熱 所以一般我在加這個補光的時候 我都會讓他 離紋路有一點點小距離啦 不要讓他太近 讓他下燙 所以讓他有點小距離 那我們主要就是要靠 這三支紅外線燈管的紅外線燈 去補光 那補了紅外線燈之後 再用紅外線相機去拍 他就會更明顯 他就會把我們要呈現的東西 呈現得更明顯一點 所以 這剩小道具啊 然後在做完這些紀錄之後 我們就會開始進入修復的工作 那 這些修復工作 我們一般我們現在 像我們今天要做的工作是 加固嘛 那 加固呢 一般我們就是會用到的就是 膠 那這一次阿力呢 我們工作團隊主要選擇的膠是使用動物膠 用動物膠下去做加固 還有就是 酒精啊 然後 一些 工具的話就是蒸筒跟筆啊 然後棉花棒之類的 那這就是大部分 我們做工作的 工具跟流程大概是這樣子 那 等一下呢 阿力就要來進行我們的 加固作業跟拍攝作業 那我們就來看看阿力的工作流程囉 好的 那剛才呢 阿力有講到說 我在做修復之前 一定會做一個 紅外線攝影的一個 小工作 一個小流程 那紅外線攝影呢 它的原理其實很簡單 它就是靠著 紅外線光波的不可見光 然後去探測說 它原本底下的一些墨線 它的狀態是怎樣 那口說無品啦 我們等一下來讓大家看一下 紅外線攝影的效果是怎樣 好 那我現在把這台機子給打開 好 那在打開之後呢 我們把補光燈照明一下 那大家就可以看得到 它其實很清楚的可以看得出 它的眼睛 對 然後在正常光下 它眼睛一定看不到 所以 這就是紅外線厲害的地方 那如果要看得更清楚呢 你給大家看一個更有趣的東西 就是他們 神像手上拿的這些 大人家的 李虎咖和褐白 在正常光下 它其實是什麼都看不到 整塊黑馬嘛 但是紅外線拍下去 很有趣的來了 你看 他的李虎咖是真的 上面有的李虎 然後褐白 就很可愛的一個 老虎彩繪 所以這個就是紅外線厲害的地方 也是紅外線有趣的地方 那為什麼紅外線 攝影隊做修復很重要 因為 我們要確定它的墨線 跟下面的彩繪 那我們在做修復 有時候在做一些 比較 細緻一點的清潔工作 就可能會動到溶機啊什麼的 我們比較容易去散墨線 或者是 保護它原有的那些彩繪狀況 所以我很喜歡去做這個動作 所以 每一項動作 我們一項流程 其實對我們做修復來說 都是很重要的 好 那這就是我們的紅外線攝影 好的 那我們做完加固之後 我們的下一個動作 就是會做填補的動作 那填補呢 一般會用 比較多一種選擇啦 然後我們 為了搭配它原本的基地材 所以我們選用的是用 自己調的黃土 那自己調的呢 我們的膠也是自己 調整它的濃度 然後跟黃土的濃度也都自己調整 這一次呢 我們選擇的方式是 就是先做刷一層 然後再去做 用工具去把它順平 再去填到平 然後再做整平的工作之後 再做 這樣的填補 那 其實這樣的動作 其實做起來 它會比較完整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因為它 正面 它底座其實是 這尊神像裡面 掉的最嚴重的地方 啊好在啦 好在因為大牙那邊的圖案 它還 保留了蠻多的 所以之後可能會參照 大牙那邊的 圖 圖案 然後來做一些 重建 然後把這些 它的山再放回回來 然後放回回來 然後它再來做 做工 我會看到它一致性 雖然說我們在重建這些圖案之前 一定要先把 它的底座給做平啦 才能去做下一步的動作 所以呢 我們現在要做的動作就是 填補 好的 那現在呢 我們大牙的修復 也已經進入到 修衛 衛生的狀態了 那 它的填補和加固 基本上已經 都算完成了 啊 現在在做的部分就是 要把它 大牙的底座 折蠻 會分散的部分 來把它補回來 就是補回它的樣子 跟它的圖案 那 它原本是粉線 但阿力這次選擇的 是用七線的方式 來做 補這些圖樣 那為什麼會用七線來補類 因為粉線 我們之前有說過 它是用 自然油的方式去做的 所以它在乾燥的時候 它會收縮 它會縮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去照它原本 原本的山的大小粗細 下去補出來 可能我們現在補出來的粗細是一樣的 但是它乾燥 撈起來之後 變最小 那你要把它放大到外面 我們在收縮 我們也沒辦法去拿捏 那所以呢 就選擇用七線的方式 我們用搓線的 而且 用手一樣下去補的 因為 炒山機的頭 也是油痕啦 沒有辦法去說 我照著它原本的尺寸去做這些線的粗細 所以我們就是用傳統的方式 用板子下去補 然後 戳到它一樣的粗細 下去黏 然後 哪裡該結段 哪裡該怎樣去做 這樣去做來說會比較完整一點點 也比較不會說粗粗粗粗粗的問題 那也可以比較好照它原本的圖案去跑 所以呢 我們在做這一方面的修復 我們就選擇用七線的方式來做 補充它那些圖樣 把它補起來 現在我們看到的就是 因為原本一些東西瘋了 啊 好咖哉 真的是不幸中的萬幸就是 大牙的底座的圖樣 還有留下一半 剛好 剛好一半都還有 存在 啊 我們就是用 電腦 電腦 開Photoshop 然後把它修 修圖 做金銀像修圖 然後 做出來就是這樣 喔 它就是原本剩一半 我們把它做金銀像修圖 做起來 把它做起來變成這樣 不足的部分 我們要自己去 看它的一些原本老條的 一些資訊 把它圍起來 補起來 之後 然後再把這個圖樣 用手繪的方式 把它畫到它的底座 把它圖樣都補起來之後 它開始用擦散的方式 把它 慢慢把散散建立回來 啊 當它搭了 把它 把它的顏色做好 那基本上 大牙在修復的狀態的 最好 這個工作就是 眉毛和鬍鬚啊 眉毛和鬍鬚 重新把它摘給它 它就重新完成了 呀 在歷經了一個月的工作期程之後 我們終於 終於 終於 把大牙修復完成了 那 這次的修復工作其實 還蠻 特殊的啦 因為 廟方還有信徒 他們都希望可以把大二爺保留 他們在廟裡 最原本的那個狀態 包括它的 油煙的狀態 都想要把它保存下來 所以 我們的工作團隊就是 也用了一些想法跟做法 把它的整體的狀況 保持在它 原本在 修復之前的整個外貌 讓它保存是最完整的 就是它原本的樣子 一改啊那 我們就安那 所以呢 之後大家可能看到 到底啊 可能會覺得 看起來怎麼好像沒修過 不是沒修過 是我們 刻意的把它保持 這種狀態的 是刻意的 那 這一次修主要是把它 我們那一些 原本那一些 彩繪層比較 不穩固的地方 把它穩固起來 讓它可以更安全 不會再脫落跟剝落之類的 那 所以在外觀上看起來 就是這樣 也是算比較 特殊的一次工作經驗啦 第一次在年油煙 是蠻特殊的工作經驗 但是 因為它這就是我講的 修復 它是牽涉到的 不只是修復 美觀 還有一些 信徒的情感問題 所以 在 雨廟幫討論 然後也 廣大信眾也希望 不要太大的變動 那我們就讓它 最原本的樣子 它 情感的連結性 讓它更完整 所以就把它保持 現在這個狀態 也很開心 終於把它完成了 那這一個多月來 其實很 很感謝 西螺店的信任跟照顧 也很 感謝大女兒 她的庇佑跟照顧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那 謝謝大家 在最完美 See you 화를者來長官所感人 神便會極求流林 神便會極求流林 天 말고 � takiej長官所感人 神便會極求流林 神便會極求流林 天 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